字幕提供 咦?亂按鈴又糟糕了 哎呀,爺爺你真的很鬼馬 經常幫你點心改名 但你放心吧 我絕對不會相信這些積分到期 和中獎的短訊 騙徒就是用這些招式 騙那些市民 按進藝武網站換禮品 從而騙出你的個人資料 銀行戶口和信用卡資料 就是購買你的卡 買他們的東西 其實很多機構已經承諾 不會透過即時的電子訊息 向客戶發送超連結 拿重要的個人資料 電信業和銀行業 也已經登記參與了 短訊發送人登記制 認住有井號開頭的 已登記的短訊發送人名稱 如果沒有井號開頭 就要格外小心了 總之 不要亂按來歷不明的鈴 以及不要隨便輸入 個人和銀行的資料 嗯 不清不楚 不要按 入光資料就頭痕 也不如恢復